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听街坊說, 龍哥還在想辦法 看看怎麼幫他的妹妹 不知道在問財務公司的資料 他不是打算問財務公司 借錢幫妹妹吧 不知道, 可能是吧 對不起, 我都不和你吃了 明天只有一件事, 找我吃午餐 先走了 中式拼物油 你想我們幫你找尹小姐的夏朗 我找了他幾天了 他叫我幫他贖回那個基金 我有些文件要他簽 打的他也不回覆 你猜龍哥找不找到他呢 那儘管找龍哥問問問 尹小姐?她說不用贖回那個基金 她不是急需要錢 才贖回基金套影嗎 我也不知道 難道他找到其他人幫忙? 還沒遲到, 不用急 什麼?我昨晚回家的時候 經過倫敦站 看到放在廚窗那一百萬的 鑽石購外魚皮手袋 竟然不見了 我今天早上打電話去問 客人說竟然收回那個手袋 不賣了 現在連手袋也收不賣了 那就是說找妙蘭的經濟問題解決了 雖然做生意的事 一招富貴, 一招惠惠 但是前後也不夠一個月 不會快成這樣 還要是做大生意 會不會他根本沒有欠人錢? 他做這麼多事 就是想向龍哥報仇 第一, 就要龍鳳茶餐廳倒閉 第二, 就要龍哥賣樓來幫他填糖 像… 他不會真的這麼處心跡女吧 人的恨意可以很可怕 龍哥為他這麼摸心摸命 如果女人再玩下去 分分鐘玩得龍哥沒命 雖然這只是我們的推測 但是如果我找妙蘭 真的立心不良想害龍哥 龍哥對我妹妹的內疚感這麼重 就會出事 你們的推測也不是說沒道理 不過是什麼 令妙蘭這麼大的怨恨呢? 我覺得背後的原因一點也不簡單 我們需要了解 找妙蘭過去幾十年到底發生什麼事 希望可以幫她解開心結 這種事才能功德圓滿 龍哥 謝謝 進來坐… 不好意思…隨便坐 坐 龍哥, 你這麼早喝酒? 不喝酒我還可以做什麼? 做人做在我真是認真失敗 我們知道你擔心你妹妹 我們已經查過了 你妹妹沒有熟悉這些基金 那一百萬個袋和店舖都不再賣了 那是怎麼樣? 連串幾件事來看 龍哥伯父估計 你妹妹的難關應該已經過了 那就好了…謝天謝地 其實我們也很想幫你 和妹妹好好團聚 但是找妙蘭對你的怨恨太深了 所以我們很想知道 究竟她這幾十年來 發生了什麼事, 受了什麼苦 這樣才可以對證下藥 這樣才可以幫到你 其實我不介意, 她恨我、怨我 我也想知道多點我妹妹的事 要查下去 可能要從找妙蘭的養父母一家入仇 龍哥, 你可不可以拿一張送貼出來 可能會有點線索 把送貼藏起來, 你等一會 不好意思…要你等 不要緊 來, 二、三 小心點 很重 像個古董一樣 這個行李箱分分鐘比我大 不過我小時候已經在家裡 我看她又耐又硬, 不捨得扔 皮這麼漂亮 可能只能保持幾十年 是 臭老媽媽把舊東西全都放在這裡 送貼 整個時間錦囊 龍哥, 你不是說當年把妹妹 送給一家開皮價廠的人嗎? 你知不知道那間皮價廠是什麼字號? 記得了 找球技 你怎麼知道? 等我一會兒 找球技 是, 收養你妹妹那家人姓韻 找球技 會不會就是收養你妹妹那家人 開的那間皮價廠呢? Windy Roger 這裡是一份全新基金組合的資料 你看看它 謝謝 看看什麼客人 好 對了, 韻小姐不用贖引導基金 好, 那你快點約她出來 就是討論之前的新單 我會的, 其實我也有打電話給她 但是打傷她的電話 全部都非她留言 連師兄家一名都在找她 那再想一想辦法 不過還是那句 千萬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同一個客人身上, 好嗎? 我明白 說一說 上次不是說找師兄出來 頂上John的位置嗎? 問得怎麼樣? No 他說我們現在這行對她來說 已經是第二個世界, 不適合她做 他覺得現在的尋人工作比較有意義 人生意義有很多種 幫人團聚不是唯一的一種 Roger, 不如你幫忙團聚她吧 不過明天我下午要飛去巴黎開會 沒有這麼快回來 那…你今晚有空嗎? 好, 那你約師兄吧 確定就叫我吧 先看數據資料 好 今天早上商業登記署回來 說沒有尋求記的登記 那就是收拾了嗎? 不是, 商業登記署只保持十年的紀錄 就是說尋求記起碼也沒有做十年 我找到東西了, 快過來 隱世皮革點? 大家去錦田一定要探訪這間隱世皮革點 慢著, 余風 這篇文章跟尋求記有什麼關係? 你們看看這張照片 她的顏色和圖案 跟龍江的皮革很像 易經, 余風 既然暫時沒什麼頭緒 你們不如去看看 OK 嗯 怎麼只剩下的啊 你幫我買賣? 你幫我買賣的 怎麼沒人? 什麼事? 不好意思,伯伯 我們有些事想問你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讓我們進來? 好 請進來 謝謝 伯伯,這裡的手工皮具 全都是你做的,很漂亮 是呀,全都是我做的 幾十年了,過來坐 坐 謝謝 剛巧我朋友也有一個混頭的皮行李箱 他說用了幾十年都很紮實 你那個朋友懂貨 但我好像記得他說過 以前的皮下廠是沙田的 沙田的廠五十年前被大風吹倒了 後來我們就搬來這裡 那現在的廠是不是沒有了? 沒有了,我們剛搬來錦田的時候 就打算做起的 誰知道那些廠的排污費不斷加… 現在就做一些家庭式的手作者 過日辰 兩位,有什麼事? 其實我們在殷明社昨天說的事 我叫施逆謙,這位是康如鋒 對了,伯伯,應該怎樣稱呼你 你好 叫我羅伯就行了 羅伯,其實我們今天來 是想找回當年被尹球記夫婦 收養了那個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尹妙蘭 原名是何英鳳 尹妙蘭,何英鳳? 羅伯,我立刻問 你知不知道尹球記夫婦嗎? 當然知道,我是尹球的表姿 那尹妙蘭不是你的表妹 就是當年尹球記夫婦收養的那個 等等,你們到底想找誰? 阿蘭哪個是表妹? 我表叔表嬸當年有個矮矮女兒 但叫尹翠鳳,但是那個魚名 我不知道尹妙蘭不是年輕人回來的嗎 阿蘭是怎麼會收養的?阿鳳才是 阿蘭是阿蘭,阿鳳就是阿鳳 是兩個人 那尹妙蘭是什麼人? 阿蘭的父親和尹球同村兄弟 所以阿蘭也是姓雲的 以前還在尹球記裡打工 不過你們搞亂了不出奇 阿蘭和阿鳳一起長大 感情好得不得了,簡直就像雙妹媽一樣 那妙蘭是什麼樣子? 你會不會有些照片給我們看? 你們等等 這張是嗎? 那最努力群團的應該是阿鳳 旁邊的那個就是尹妙蘭? 那個阿鳳正式的喊包 整天都哭 出嫁那天都很冷面 那羅伯,你還有跟阿鳳聯絡嗎? 我表叔表嬸一直都不太喜歡阿鳳 就當他是阿四 整天還溫神溫神地叫他 他為什麼?最後還隨便把他嫁給病君 說是充喜 那時候阿鳳只有十五歲 那個病君足足大了三十年 想起也可憐 之後一直都沒有聯絡 那你知不知道找妙蘭之後怎麼樣? 聽說自從阿鳳嫁了之後 阿蘭就說很掛著他 後來還說要去找他 之後就沒聽過他們的消息 蘿伯,可否借這張照片來用? 好 為什麼尹妙蘭要用阿鳳的身分 來認識龍哥的妹妹呢? 還要龍鳳茶餐廳倒閉 還要弄得龍哥沒了一百萬 尹妙蘭跟阿鳳關係這麼密切 照樣分析,她做這麼多事情 都是為阿鳳出氣的 但為什麼阿鳳一直都沒有出現過? 阿鳳,難道她真的死了? 還是要不然我自作聰明 用那個嬰兒三樓 來引穩妙蘭認識龍哥的妹妹 龍哥就不用空歡喜一場 更不用失去一百萬 整件事還沒揭中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跟龍哥說 你沒事吧? 我…我不小心戒算了一點,沒什麼事 我有藥水交曝 不可以靜屍交曝 鐵塑入了傷口,會破傷風 也不好了,我送你醫院 其實阿鳳做事夠膠大,樣子夠誠懇 很多客人在我面前都提起她 她如果不做這件事,就是曬曬 如果你今天可以幫我勸定她 這頓飯就不要跟我搶 好 來吧 韋師兄,到哪裡了? 對不起,Vince,我去急診室 急診室?出什麼事? 沒事,是阿鳳弄傷了 剛才我們去錦田工作 臨酒之前她弄傷了腳 我就陪她來急診室打破傷風針 那她沒事吧? 不用留遠應該沒什麼事 那你什麼時候過來? 我想我趕不及過來 我還要送她回家 你替我跟Roger說聲不好意思 我們下次再約吧 好 沒事 對不起,師兄臨時有事來不了 誰進了急診室? 她的女兒拍檔 師兄說她弄傷了腳 要送她去急診室,沒事的 但是你知道師兄為人有多熱心 要送她回家 那你又要小心一點 因著日久生情 她倆朝見口晚見面 以前阿謙在公司裡 很多女同事都流口水 每個都保持這個筍盤 各位 回來 對不起 來… 余鋒,你的腳好一點沒有? 你告訴我你進了急診室 你嚇死爸爸了 為什麼這次輪到你弄傷這麼順暢? 我沒什麼事了,屈斷了一點 掛算了一點而已 姐姐,你好像還沒介紹 是呀,這位是一名社的幹事 C.Kim 叫我師兄就行了 是他帶我去急診室的 謝謝你 真是名符其實的師兄 對呀,師兄 看來你還沒吃晚飯 我們留下的菜式給余鋒 不介意一起吃一頓便飯吧 那我不客氣了 牛腩炆得很軟,多吃幾塊 好,我知牛腩要先炆一炆 之後就關火焗一焗 最後再開火炆 這樣煮法又軟又省火 懂事啊 懂事啊,英俊 說起環保野,師兄就最擅長了 他家的東西全都是廢物利用做出來的 那你也是 說笑了 進來 媽媽 沒什麼 不要… 要不要爸爸幫你穿腳 不用了,已經沒那麼痛了 對了,稍後你用保鮮紙 包了傷口才洗澡 不要把水放進去 謝謝媽媽 女兒… 其實這麼久以來 好像從來沒見你帶個男生 上來家似的 那個師兄是不是挺好的? 是呀 是呀,他的確不錯 不過你們別想一遍 人家已經有一個拍了六年拖的女朋友 怎麼會這樣? 女朋友也有 女兒,你記住千萬不要做小三 做小三是很可憐的 現在的網民很流行把人家私心無力放上網 就算他不認識你,也會罵你 是呀… 你別害我這個康民署,三級康樂助理 被網民起底了 是呀 你們別這麼無聊 我都不是在煩這件事 還有別人煩嗎? 龍哥 龍哥? 龍哥,除了師兄還有龍哥嗎? 保你們大了 龍哥是我們的求助者 我打了破傷風針 麻煩你們讓我睡吧 好,你睡之前也要洗澡 知道了…走 你真的要睡才好 是呀,會的 不…過來,休息一下吧 龍哥是嗎? 不是,他是求助者,你先出去吧 好… 幫我關門吧 好… 娜娜 好,這麼晚?余峰死很遠嗎? 不是,剛才送阿峰回去之後 她的父母這麼客氣,叫我留下吃飯 那就是吃完飯才回來 是嗎? 今天有大發現 原來找妙蘭不是龍哥的妹妹 是呀 對了,有沒有找小姐走路? 但是我也在找她 我和阿峰現在全力追查 開始有點眉目,幸好阿峰醒目 上網找到蛛絲馬跡 否則,也不知道從何入手 我和Roger等了一整晚 又是因為你的好同事,康如風 以外的事沒人想的 其實阿峰算是忍得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嘗試 只是如風前、如風後而已 我們只是工作而已 工作?你有安排就不要答應我了 你知道我在她面前多沒面子嗎? 對不起 人家很忙,她明天還要飛到巴黎 今晚還要見你 你知道她幫你安排一個 很好的項目給你嗎? 你知道我在她面前幫你說了多少好說話嗎? 原來今晚這頓飯不僅是聚會那麼簡單 你打算和Roger為我,逼我回去舊公司嗎? 好,和他為你 我做這麼多事為了什麼? 我為了我們的將來 我們上次不是說得很清楚的 我很喜歡一鳴社這份工作 我不想轉工,我不想做金融投資 知道嗎?Kim 你記不記得當年畢業的時候 你跟我說過什麼?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是沒有家人可以靠的 我們什麼都要靠自己 你,如果要好的生活就要一份好的工作 你說過你要和我一起努力 我們一起買一間屋子 然後結婚,三兒子組織自己的家庭 開開心心地生活在一起 你不記得嗎? 我記得,我有想過 但是我想一步一步來 我們覺得開心不開心 不是這間屋子有多大,有多漂亮,對吧? 我知道你不是一個追求物質的人 你只是為將來著想而已 Roger真是很有誠意地 叫你回去幫忙的 不如這樣吧,我一天有時間 就主動要Roger親自搶他吃飯 向他道歉 你們叫我上來是否有好消息呢? Skip 逆軒跟余峰確實有新發現 對了,老長官 我也知道你們的辦事能力很高 做什麼新進展 龍哥 我們找到尾球技的繼承人 即是收養你妹妹 那位尾球先生的表質摑白 好, 天天都乾了 他一定知道風向小的東西 都可以這麼說 他跟我們說當年尹求夫婦 不太喜歡你妹妹 所以在他十幾歲的時候 將他交給一個大他三十幾歲的男人 這個男人是一個長期病患者 聽說他娶了你妹妹 為了充氣, 想身體好一點 怎麼搞的?姓尹夫婦是人嗎? 這麼陰質的事都做得出的? 是嗎? 龍哥, 今天我們叫你來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想告訴你 什麼事? 這張是羅伯的舊家族照 左邊那個是尹妙蘭 都很高大 而新娘才是你媽媽妹妹妹, 何英鳳 當年尹求夫婦替她改名叫尹翠鳳 什麼? 她的新娘才是我真妹妹? 尹妙蘭不是我妹妹妹? 對不起, 龍哥 我們當然想尹妙蘭是你的親生妹妹 但是我們一直搞錯了 尹妙蘭的真正身分 是何英鳳的金蘭姐妹 她們一起長大, 所以她很清楚 你妹妹妹的事 她也是用了你妹妹的身分 搞出這麼多事 神祖就覺得這個尹妙蘭不多對勞 現在害得龍哥 你的店舖倒閉嘴也不止 還要騙你那一百萬 那個尹妙蘭正恩十年 錢財新外物 那我真正的妹妹去哪裡? 她嫁了之後去哪裡? 她現在是生還是死? 龍哥, 我們已經向有關政府 訪問查詢 希望盡快可以聯絡到 盡快, 盡快到何時? 我們浪費了很多時間 把原來身上的 現在唯一知道答案就是她 不行, 我們找個真妹妹 龍哥… 易緣如風, 趕緊跟著龍哥 她情緒很不穩定 知道 這位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所有的房客都有登記 我趕時間了, 待會兒來康復吧 請問是不是韓宇龍先生? 是呀, 你認得我嗎? 認得我不用了 不好意思, 何先生 蘭斯皮的公司 要找小姐加大落 你不可以上去公司 尹妙蘭為什麼不見我? 我有事要當面問清楚她的 這位先生, 請合作點 這位是私人的地方 先生, 你幹什麼? 我要找小姐 我們知道我妹妹在哪裡 先生, 放開 先生, 如果你再鬧事, 我們就報警 我不是鬧事, 我找個妹妹 冷靜點, 先生, 我不是鬧事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走了 走什麼走?我要找個妹妹 龍哥, 你別這樣 我們正在幫你找你妹妹 是呀, 生死登記總署很快有消息 生死署賊署, 我妹妹還沒死 我想找回妹妹 找妙蘭為什麼避開我? 我又不是找她悔氣 龍哥, 就算找妙蘭有心不肯見你 你也不可以隔壁去找她 除了找她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可以做什麼 師兄和基神正在通電話 應該有最新消息 謝謝基神 基神剛剛收到生死登記總署的回覆 是沒有找翠鳳的死亡紀錄的 我已經說了 我右邊的小姐很痛 我真的妹妹有病, 有病就是還沒死 冷靜點, 龍哥 總之我心肝脾肺腎, 通通都沒事 但我竟然小姐拿著拿著痛 越來越痛 就是說真正的細編的病越來越嚴重 龍哥不是沒道理的 如果韻妙蘭和龍哥的妹妹 真是金蘭姐妹, 關是這麼密切的 為什麼龍哥的妹妹一直沒有露面? 上次韻妙蘭寫字樓 我聽到她秘書說, 救了她醫院 如果韻妙蘭沒有病 很可能她去醫院去探望龍哥的妹妹 沒錯, 我後來肯定去醫院 不會有錯 這也是線索 現在韻妙蘭像人間蒸發一樣 我們只能朝著醫院的方向去找 如果韻妙蘭有能力買一百萬的手袋 她很可能安排了龍哥的妹妹 去私家醫院住 全香港這麼多私家醫院 叫Gason和洗血精, 幫忙分頭找 姑娘, 幫你查一查 韻翠夫居住在這間醫院 不好意思, 沒有這個人 你先查清楚吧 去再試試去找, 謝謝你 謝謝, 我們是病人韻翠夫的朋友 想探望他 你知不知道他住幾個病房嗎 麻煩你等等 我找到了 找到了 韻翠夫現在在心切治療部 十五號病房 心切治療? 你們坐電梯, 按四字樓 一出電梯轉右手邊就是了 謝謝, 心切治療 謝謝你 心切治療? 沒事的 心切治療? 你不斷轉右手邊 在這裡 龍哥, 你不能一起進去 你們來幹什麼? 為什麼你們會來? 告訴我, 裡面的那個是我的房間 你說什麼? 他們已經找到修揚何英鳳 那位館球先生的表質 他把真相告訴我們 躺在病床上的尹翠鳳 才是龍哥的孖三妹妹 你只是她金蘭姐妹而已 尹妙蘭, 我求求你告訴我 我妹妹到底是什麼病 你要知道吧? 我就告訴你 你這個死鬼老母 為了保存你的慈姑丁 把韓英鳳送給尹球兩公公 你知道這幾十年來 阿鳳受了多少辛酸、多少苦 終於捱到肝都壞了 當年找購的老婆小賊 她倆夫妻卻把阿鳳的腳踏不好 雷到那隻臭臭臭臭 他們就捱阿鳳, 慢慢做粗糙的功夫 阿鳳那時候才是六、七歲的妹頭 天寒地冬, 天還沒光 就約阿鳳去沖洗牛皮 大熱天時, 約阿鳳看著大火爐 看著煮飲料 阿鳳不分春夏秋冬 但是她這樣受盡折磨 白癡忍 不會 就算我出去和她逛逛街 她也不敢伸手出來 因為這麼多年來 她對手被染料打得紅紅種種 手不像手 雖然如此, 阿鳳任勞任怨 從來都沒有伸過一句 誰知那隻臥雞腦和她的仁渣老公 還是很討厭阿鳳 結果一到十五歲 那隻臥雞腦就把阿鳳教了給她 但她三十年的病患, 還無恥這麼說 阿鳳救命, 幫阿尹求我同鄉 衝起就最適合 原來阿鳳這麼多年受了這麼多苦 阿鳳熬了這麼多年 熬到七六八暑 熬到肝都壞了 就在前幾個月, 醫生說有人捐光 想到阿鳳換光之後就一天都光亮了 你就因為見到何英鵬受了這麼多苦 所以一心要對付龍哥嗎? 本來醫生說阿鳳的換光手術很成功 只要是要一四一拍 就會平安無說出來 阿鳳就趁著這段時間擺執招鋼來教訓她 何英鵬 我要你的茶餐的質量 我要你睡覺 我要你有那麼節道, 得那麼節道 誰知你節道還節道 你這個壞氣仍累了何英雄 請方急轉直下 什麼事?什麼事? 醫生… 醫生… 你救我妹妹,我是她大哥 謝謝醫生,你救救她的醫生 你走 我求求你,裡面那個是我妹妹 你讓我留下來好不好? 你別在這裡駕駛給你,你走 病人正在接受手術的,麻煩你出去 是呀,她來送你,讓你走 阿姨,冷靜點,現在最重要是 她那個是妹妹的安全 你走 你走 媽媽,阿鳳原來還沒死,她沒浸死了 我只是想不到,兩兄妹相隔幾十年 現在還要讓我重遇她 媽,不過阿鳳身體有病 她現在躺在醫院 阿鳳熬了幾十年 沒理由還可以熬 媽,希望你壯天之力 保養阿鳳能夠過你的關 是啊 我們這次真的被寅妙蘭利用了 她真的很有心計 對, 先在龍鳳茶餐廳 特地在龍哥面前模仿阿鳳 吃缽仔的方法 無非也想誤導龍哥認定他是阿鳳 可能他知道龍哥相信 跟阿鳳入骨肉相連的反應 所以刻意在龍哥面前壓著小眼 好像很痛, 要龍哥更加入信 之後他一定知道你和Vinci通電話 所以特地大聲叫司機載他去上海街 阿偉, 我要去上海街拿那件小衣服 他做了這麼多事 就是想引我們去考寧次售店 讓我們知道是他拿了何英鳳 寧位裡面的小寶寶衣服 之後趁你用小寶寶衣服那顆樓試他 他就將計就計 讓你揭穿他的何英鳳, 不到他不承認 之後我們就陸續發現 他要變賣手袋、贖回基金 甚至將茶餐廳的舖位放盤 這些全部都是煙幕 他想誤導龍哥 以為他在經濟上真的有問題 讓龍哥幫他籌錢 他跟手把龍哥辛辛苦苦籌到的一百萬 買了一隻大冷碗碼 還要龍哥當眾看著那一百萬化為烏油 我們這次真是疏忽, 怎麼對得起龍哥 醫生, 你不是說弘哥的手術很成功嗎 為何突然會弱化成這樣 病人對新兒節的肝臟出現了排斥的現象 他的肝臟葉間的膽管受損 再加上他的血管出現了遷迴犯的情況 我不要聽一大堆醫學名詞 我應該只想知道怎麼可以救他 現在病人的情況相當不樂觀 要救他, 只有一個辦法 已經過了兩天了 不知道龍哥的妹妹現在情況如何 本來想去醫院探問一下 不過怕找苗蘭 又投訴我們騷擾病人 一天隨便都是找苗蘭 小隻難老老虎 永遠好看 雲小姐 剛才已瘋了生的情況яч Inish 我為了你 sneaky 我們不如進了潛衣室再聊 Phoebe 我今天想你, 是要澄清一件事 對付何英龍其實是我一個人的主意 與阿鳳無關的 尹小姐, 我們是相信你的話 阿鳳真的很善良 發生了這麼慘, 和我遭遇 他從來沒有怪過他親生媽媽和大哥 在林門江手術之前還託我找回他們 我相信人性是善良的 尤其在關鍵時刻更加觀念親情 之前我答應了他, 在他康復之後 我就會帶他媽媽和大哥去見他 所以在他做完手術留院期間 我請了一個私家偵探 去找他媽媽和他的大哥 所以你就知道龍哥的下落 還知道何英鳳凌偉的事 沒錯, 後來私家偵探通知我 發現何英龍和他媽媽 居然替阿鳳立了一個凌偉 我當時真的很生氣 所以我打破了一個凌偉 我發誓要替阿鳳出一口氣 之後發生的事, 你們大概都猜到了 尹小姐, 雖然你害到龍哥一無所有 但是我們相信你上來的目的 不是為了示威 醫生說肝出現了排斥反應 如果在一個星期之內 做不到第二次換肝手術 阿鳳就會死了 既然情況這麼危急 為什麼醫生這樣也不肯幫他做手術 醫院都很努力去找倫敬者的施肝 但始終找不到一個適合的 龍哥和他妹妹是龍鳳胎 所以無論是DNA或是血液都會很吻合 龍哥應該是最適合人選 不過之前我騙過龍哥 令他家茶餐廳倒閉 累他百百不見了一百萬 我怕他不肯去救阿鳳 所以今天特地上來 想你們跟他解釋一下 他家茶餐廳給我一百萬 我可以還給他 原來你上來不斷意認錯 就想握走龍哥的肝肝 我們不會再上你當 Christopher,斯文一點好不好? 不要緊,是我錯 我真的不希望因為我的事 令龍哥對阿鳳見死不咎 龍哥是性情中人,恩怨分明 他知道你當初是為他妹妹出口氣 他不會怪你的 龍哥怪不怪我都不要緊 現在最重要是他肯救阿鳳 那你可以放心 之前龍哥以為你是他妹妹 你有困難,他立刻悶心悶命去救你 現在說的是他真正的妹妹 他怎麼會袖手旁觀呢? 龍哥這個大哥真是不說得 他這麼疼愛阿鳳 如果他知道阿鳳急需要一個歌 他一定二話不說地幫阿鳳 如果你怕尷尬 最多我們一起陪你去勸一下龍哥 之前我利用你們去壓龍哥 現在你們還肯幫我勸他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感激你們 別說這麼多,救人要緊 快點通知龍哥 知道了 老闆 阿鳳,我是哥哥 雲小姐和阿甄明寫的感染師 把你的病情告訴我 我就馬上趕來做身體病高檢查 你放心,我身體很好,不會有事 不過報告出來了之後 醫生就會安排修術 把我的部分肝肝移植給你 阿鳳 阿鳳,你以前受過苦勸救 由今天開始 哥哥跟你遮風倒雨 阿鳳,我不會被你最受苦 你們的手術一定很成功 你康復之後,你會健健康康站起來 阿鳳,到時我們兄妹倆真正團聚 阿鳳 雲小姐 你之前過分憂慮了 龍哥知道何瑛峰的情況 眉頭都沒有皺過 就馬上趕過來醫院做檢查了 來到這個階段 阿鳳,我們只要正心等候龍哥的評估報告 謝謝你們 醫生 鳳,醫生來了 醫生,我的報告怎麼樣? 何先生,你的血型,肝臟結構和體積都沒問題 那是不是立刻可以做手術? 問題就是,何先生你的血壓偏高 如果要做一個這麼大的手術 血壓偏高的風險 比起血壓正常還要估出幾倍 醫生,那我可以找你一個 全香港最好的心臟科醫生 這麼監察全程,那應該不會有事的 龍哥,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救阿鳳 雯小姐,你先冷靜點 這件事關你龍哥的安全問題 我們應該聽醫生的建議 柯先生,作為你的醫生 我責任去提醒你 這個手術對你來說,風險極至高 所以我不建議你去做 不過最終,他的抉擇 也要留給你自己去考慮 考慮? 還要考慮什麼? 醫生你所說的極高風險 我只能打給你一個老診 我和我妹妹就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 都是天意 到時候我上天堂 就可以重新做回大哥的職責 照顧我妹妹 家室天使 前來問我幸福嗎 能誠實確定的說 我走過時 極其幸福的一趟 得到工作 沒開始 9月1日 0月1日 然 眼神很精彩